现在整个国民党上上下下 做歌做响多还是韩国瑜 他是五院院长之一 所以跟朱立伦的 账杰美金不交了 所以我觉得有一点在互相比拼 朱立伦还是想要奋起 毕竟他是党主席 可是讲话最大声的是 最有分量的是韩国瑜 然后旁边要挑战者的 譬如说赵少康 什么事情他都要出来 让他发表一下意见 对朱立伦来说当然会是威胁 所以他也需要有自己的军队 他可以指定六到十一席的中常委 然后有一些是年轻的 就是他的朱家军的子弟兵 他必须要捍卫这样子的 为他而战的这样子的战斗能力 譬如说他刚刚在写春联的时候 遇前一品戴刀侍卫 林涛又出现了 就是一定要在他旁边 就是他的人 可是现在我觉得国民党的问题是在韩国瑜 其实是还有可能往上的 因为他讲话的分量是够的 譬如说他在第一次主持朝野协商 开议日期的时候 他在那一场会议当中其实是一个单纯的议案 就是协调一下三大党团 调一下哪一天一开议 但是到最后拍板的还是韩国瑜 他把大家的意见都折 黄国昌有没有敢对他咆哮 都不敢说 没有啊 黄国昌都买韩国瑜的单 国民党当然是买韩国瑜的单 谁要买你朱立伦 所以我觉得看起来比较像是国民党内部势力的这种禁足 那接下来会怎么样演变 我觉得国民党内部还会再乱一阵子 毕竟现在2026接下来的提名权 有没有朱一伦可发挥的空间 不知道 因为他的任期其实在提名之前 他要决定提名之前 他的任期就已经到了 所以他会不会做最后的挣扎 我还是要决定完2026的提名 不知道 这需要角力 这需要内部折冲 然后所以卢秀燕是一股仪 一股势力 然后韩国瑜是一股势力 所以现在各方人朱立伦也努力的要成立自己的军队 所以各方人都在各自聚集 热闹了国民党